台北市一直存在莫名其妙的高房價 你都做不到的事 為什麼我們可以期待 黃珊珊能有所改變 我現在直接跟你講 其他兩個一定不可能改變 市長 你已經幹了八年 雖然很多政策 但房價掉了嗎 台北市一直存在 莫名其妙的高房價狀況 你都做不到的事 為什麼我們可以期待 黃珊珊上任以後 就能有所改變 我現在直接跟你講 其他兩個一定不可能改變 黃珊珊還有機會改變一些 我跟你講 你做八年 副市長少一期 怎麼解釋 副市長少一期了 人口不見了 這哪有什麼西岸 台北市 我跟你講 台北市白天人口是350萬 晚上睡覺是250萬 戶籍人口跟活動人口不一樣 其實台北越來越像歐美的城市 歐美城市那個叫什麼 城市叫當湯 人是住在suburb 然後他白天進來上班 晚上回去 因為捷運錄網了完成 所以這現象更明顯 這第一點 第二點 2021年 2020年台灣歷史上人口最高一年 一開始他們議會想要打我 我說這個台北市人口要打我 我就準備好 他說台北市人口降低了 你怎麼好意思當台北市長 我說2021年 六都的人口都下降 請問蔡英文好意思當總統嗎 我本來題目就準備好回答他 就看看不過他也敢問